大家好,我是微嘎 现在是夜里的 这个12点半 我直播到现在 嗓子都已经痒了 我们家花花呢 就很快就要下牛犊了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下 再让今天我妈妈 在白天去看的时候说 可能就在夜里要下 我反正我也晚睡 就直播去看看 花花有没有生 夜里了我就穿上厚衣服 然后拿上这个手电筒 我也没找到头灯 可能是妈妈放在枕边上了 她说要起夜 但是呢 到这个点她就是 正进入梦乡 因为她睡得早 然后起得夜早 我就进去带吧看看 这个灯光也太弱了 这个能不能看得到呀 这个 谁 晚上还是挺吓人的 气黑 干啥吓我 哇 好冷啊 这个铁上面全是霜 这个灯也太让我烧了 花花竟然站着呢 好吧 你这样不生啊 嗯 不生啊 其他都是梦想里的了 动物的眼睛 因为晚上它会看 看着东西 所以灯光一照 它会 闪闪发亮 我眼睛睛 那这块已经非常非常凹进去了 整个 这个是古刀 这个是熬进去 还不生啊 看看后面的时间 你看 12点多 12点 依然是做完直播了 所以 去看看画画 这个小花花 大花花在哪里 不对 这个是小花花 你为什么不生 你倒是赶紧生啊 有点可怕 这是我们两个连续4天 第4天 在夜里12点的时候 见面的样子 依然是特别坚强 这位齐家要做妈妈的 这位朋友 真的是走了 在我们临续首页四五天之后 今天早上下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宝宝 男宝宝 然后奶油的小牛 毒是需要分开来人物味的 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牛奶 不仅仅是自己需要 更是即将要煎小羊糕子了 小羊糕子当中 如果是他们的妈妈奶水不够 或者是妈妈死掉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会用到牛奶来喂 所以如果是让他跟着他妈妈的话 我们就得不到更多的这个牛奶的这个纸门人工位 刚刚挤完牛奶 你看这种乳黄色的 它就是出乳 还不会喝 还是大了 如果我肯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